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麗 終於兄弟今年又選秀手輪簽 補禁了平正畢業的外野手許廷倫 讓他們自家的農場更厚實 他的家務也會為兄弟的外野競爭 帶來新的變化 其實原本的兄弟農場中 就有一個備受期待的大物 他的名字叫宋承睿 是在2020年選秀會上 順位最高的外野手 近幾年一直有在義軍露面 卻都是斷亂續續的出賽 無法穩定鮮發 前陣子接受自由時報採訪時 宋承睿也談到剛進兄弟時 不過了解何謂職業 沒有多利用時間自主訓練 隨著出賽的機會越來越少 才知道要去針對不足支出加強 在心態的起步上 其實就落後給了其他人 本集影片我們就來談談宋承睿 看看他進職後遇到什麼困境 為何遲遲無法在兄弟軍 再有一起之地吧 讓我們先把時間倒退回2020年的選秀會上 從平正畢業的宋承睿 以二刀流的想像身份參戰 當時而他不但是輕棒最頂尖的中外野手 也是直球速度能飆到153公里 非常香的投手 選前各家球探 給宋承睿的評價都非常高 認為他運動能力好 背力也強 當投手可以朝布局 就能定位發展 當打者則有機會養成金手號等級的中外野手 是可能衝擊選秀首輪的大物 沒有想到最後宋承睿掉到了2-4 才被兄弟給挑走 最愛是當年有一票海歸回台 包括王偉忠 艾倫 郭俊玲等 各隊策略上又傾向以投手內野優先 所以宋承睿才掉到了第二輪 我印象很深的一幕 是當年選到宋承睿時 有這位領隊跟彭正銘副領隊 笑容掛在臉上根本藏不住 似乎完全沒有料到自己還有宋承睿可以選 在宋承睿入隊後 兄弟並沒有急著將他朝單一方向定位 有這位領隊認為他還年輕 可蘇性比較廣 這樣身體條件又好 會先等個一段時間 再來看他當野手或者是投手 兄弟的球探正函英則在受訪時提到 會先讓宋承睿維持二刀流 讓他兩方面都嘗試 因為他有很好的守備能力 甚至可以媲美英哲璇 這是他最大的優勢 當然投球上也有很好的水準 可能會先練三到四年後 再來看哪邊比較適合 未來球隊有任何狀況需要 都可以去補上 不僅僅是兄弟內部 給宋承睿極高評價而已 在2020年底 Fengress列出的國際拳榜單中 台灣有三位選手進榜 包括宋承睿、尼安可還有林子豪 宋承睿排31名最高 也是台灣第一的名次 Fengress同樣給宋承睿的手臂高度肯定 打了60分的高分 這個評價只會讓人看得流口水 而宋承睿站上一軍的時間點 也比多數人想像得快 主要是2021年紀中 張哲豪受傷報銷 十人總監的領位柱 就把宋承睿從二軍拉上來 點名他的手臂能力 在中指數一數二 特別是接球做得很確實 什麼樣的球來 他都是小心謹慎 穩定度很高 柱總當時甚至說 只要宋承睿的態度正向 表現繼續不錯 一定會是兄弟的未來 三席外野中 有其中一個位置 應該就會是他的 作為一名新秀 宋承睿2021年 在一軍確實展現了自己 無限的可能性 雖然多半都以帶跑 帶手的角色上場 但製造的美技超級多 特別是兩次在圈內打牆前跳起來 沒收了對方打者的紅不讓 第一次是雞腳拱罐 第二次是林承飛 讓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當時正好去總教練 也再度搬出了林哲軒當比喻 說自己親眼見證後 真的覺得宋承睿有不輸林哲軒的能力 不管是貝利 對飛球的判斷 還有移動範圍都很突出 不會輸給林哲軒 年底的頒獎典頂上 宋承睿也帶走了票選的最佳美技獎 看起來就跟球探評估的一樣 他正潮的金手套等級的中外野前進中 照理來說 現在連表現亮眼的宋承睿 接下來能夠獲得更多機會 進而搶下兄弟一軍的先發席次 結果卻相反 宋承睿越養越後退 今年直到六月份才上一軍 那還是只能帶跑、帶手 出賽非常不固定 為什麼宋承睿遲無法 在一軍站穩先發呢 很多人都會說是他的打擊能力太差了 其實在宋承睿第一年獲得93個打席的機會中 他就繳出了OPS加99的不俗成績 雖然匯控率超過了30% 卻依賴著他的速度跑出不少場打 以一位年僅19歲的中線外野標準來看 已經是可圈可點了 2022到23兩年 宋承睿也都在二軍維持三成以上的打擊率 OPS加在130以上 證明自己的打擊 已經能夠應付二軍成績的投手 欠缺了只是一個在一軍穩定出賽的機會 而這兩年加起來 兄弟只給了他78個打席 即便宋承睿已經證明 自己在二軍打得好、守得好 可以上一軍吃PA了 教練團還是傾向讓他當工程型選手 擔任跑車帶跑 或者在比賽後段上去守備 替球隊鞏固勝利 在這有限的機會中 宋承睿的打擊成績確實不好看 2022年31打席 OPS加是負的31 去年47打席 OPS加則是24 也因為宋承睿在一軍有一場沒一場 表現起起伏伏 所以有很多關於他 要不要乾脆轉投手 或者二到六的討論 特別是2022年季中對統一那一戰 中繼標出151訴求 還有2023明星賽 在野手訴求王標到155公里 讓場邊的球迷、球員、教練都看傻了眼 獅隊的秉總跟龍隊的葉總 過往受訪時也都提到 宋承睿真的可以嘗試當投手 秉總覺得宋承睿的型態跟柳宇承很像 當野手或投手都可以 他的身體條件更好 而且手很長 爆發力夠又是高壓式投球 完全不像客串的樣子 葉總則說自己當年看輕棒比賽時 就對宋承睿留下很深的影響 也有把他放在選秀口袋名單中 如果有選到他應該會讓他當投手 雖然控球有修正的空間 但球速很快 一塊很好的普遇 即便宋承睿已經和球團慎重討論過 確定不會二刀流 要專注在野手上 但直到現在 還是有人會時不時提起 他當投手的可能性 甚至教室球團跟柏宣 都在今年麥卡貝勒選秀節目中談到 如果兄弟選了雪庭倫 那宋承睿就有往投手發展的空間了 但我個人一直都是宋承睿野手派的 雖然他投球真的很有天分 進階後鮮少練投 還能夠保有150以上的球速條件 甚至丟到1555這個數字是還太可怕 但是能丟得很快也是一回事 能不能丟準丟得穩定 又是另外一回事 宋承睿如果要轉去練投 又需要花上好一段時間 也會浪費掉他在野手端展現的天賦 如果他是野手陷入瓶頸 比方說打擊能力低落 像日直時期的張藝那樣 對打擊迷惘已經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了 那轉投手當然可行 畢竟此路不通 當然換另外一條路走看看嘛 可是現在的宋承睿 完全不是這種狀況 他現在就像是以前的陳文傑 還有岳振華 他們也都經歷過在一二軍間掙扎 等待了滿長一段時間的低潮期 陳文傑是在疫情復賽後衝出來 就此卡位正先發 岳振華則是在大賽中表現精彩 2022年終於獲得駐總信任 成為2連8的關鍵工程 而宋承睿需要的也就是一個時機點 我原本認為今年就會是那個最佳時機 主要的原因是陳文傑離隊了 他其實在兄弟的角色跟宋承睿有點像 都屬於跑速快、防守好、能守中線的外野手 陳文傑轉隊後 兄弟是不是會給宋承睿更多機會 期待他補上空缺 沒想到他居然在這個大好時機點 遇上了右膝十字刃帶輕微撕裂 必須透過PRP治療 穿訓的進度比其他人慢很多 自然也無緣擠進開季的一軍陣容中 後來陳文傑的空缺就有徵送人搶下了 搭配岳振華、詹子嫻、陳子豪 還有商運復出的張志豪 外野又重新回到飽和狀態 直到宋承睿的商運復出後 早就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時機點 目前平安總教練對宋承睿的使用方式 跟前二任總教練林威柱、彭正銘差不多 都是安排他當功能性角色 需要到累時陪他上去帶跑 需要強化手臂時請他上去帶手 但我覺得兄弟可能得認真思考一下 他們到底希望宋承睿養成什麼樣子 現在的宋承睿就是一個機動性強大的外野工具人 有速度、有手臂 可以隨時在板凳上待命 場上一有什麼變化 需要他的時候就可以調上去支援 是非常好用的火旗 可是繼續這樣用 對宋承睿的打擊幫助很有限 因為他其實沒有太多時間去適應 面對到一軍層級的投手 一場比賽可能打個一到兩次 很多時候根本一次都還沒有打到 這樣呈現出來的打擊成績 肯定不會多好看吧 如果兄弟希望的宋承睿 不僅僅是外野工具人 而是能夠在塞外野 佔有一棋之地的主力銜發 那其實就應該像樂天養馬傑森的方式那樣 堅定給一段時間的出賽 耐心讓他在一軍打好打滿 再來評估成效如何 不要一場就定勝敷 又或者乾脆就放宋承睿回二軍繼續打 並且他今年堅定傷勢 其實在二軍的成績相較於前兩年難看許多 還需要更多的打習術去把手感調整回來 有人會說今天選秀首輪徐庭倫即將入隊 宋承睿會不會因此被擠壓 之後就沒有位置了 但我是覺得現在說這個還言之過早 宋承睿當初竟然是評價有多高 大家也看到了 實際上入隊後還是花了很多時間在適應環境 要馬上銜接一軍真的沒有這麼簡單 反倒是徐庭倫的加入 我認為會帶給宋承睿正面的刺激 某種程度也是在提醒他 農場將要有一個比你年輕 更受期待的外野手進來了 應該要加倍努力 不要輕易的被取代掉喔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對於宋承睿養成上遇到的瓶頸 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艾琳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